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天后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的这个群众运动 那么经过连续两个礼拜六 这个百万人上街 那么这个法案已经暂停了 整个事件应该说 在政治面的部分 可能会稍微冷却一下 但是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 那么在经济金融面的影响 应该说它还在持续 如果从国际政经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一场 这一场这个逃犯条例 所引导的反送中的 这样的一个街头游行的政治运动 可能真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新冷战的战场 在香港的发生 那今天节目开始 跟您来引述这个著名的评论家 那么在香港信报上的一篇文章 那标题叫做 从国际关系来阅读这个修订逃犯条例 香港进入新冷战战场的九点连锁效应 考文章当中 那么第一个提到的是 这个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那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了香港这件事情 香港这件事情又导致 原来跟美元这个锁定连锁的 联系的这个港员 很可能成为被狙击的一个对象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香港连续几个礼拜的游行之后 这个港币的隔夜财款利率标高 美元隔夜财款利率标高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就表示说有大量的这个人 在把港币换成美元 那么是对港币的一种不信任 担心说这个联系汇率会崩坏掉 这当中有一位 这个所谓的这一类的一个 一个做空的一个专家 已经早就放话出来 叫Kyle Bass 巴斯 那么他是跟班农之间 还有所联系 所以呢这是第一点 大家讲到说 那么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到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 港币成为被狙击的对象 第二个是所谓的美国 未来的一个香港牌的一个出招 就是叫做MFM模式 那么MFM模式 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那最惠国待遇是当年香港90年代的时候 那么美国给予香港的这个最惠国待遇 那这个最惠国待遇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很多次 因为香港这个越来越一国化 而不是两制这个 两制越来越削减 所以美国国会已经出现了要求 要检讨这个美国通过的香港关系法 那现在国会还有人提出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将会提供了一个美国国会每年审查香港自治状况 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就让美国政府年年都可以大打香港牌 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从国际政治来看 第三个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正在重组一个印太的香港领导班子 这个里头要看到的是 在逃犯条例争议期间 美国公布了一批跟香港有关的人事任命 首先第一个是新任美国驻港的大使 叫史默克 Hanscom Smith 他取代了原来是以经贸为专长的 在任的总领事唐伟康 那现在其实这个驻港的这个总领事也就是大使 他是等同大使的 而且直接汇报到华盛顿去 那么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的公布是挺有意思 因为史默克他是一个懂普通话的中国通 有留学日本的经验 而且是公开出柜的同志 他的伴侣李英中是台湾人 史默克曾经在上海总领事馆工作 那么有人把他形容 评论者说这个履历是属于印太战略时代的外交官的新贵 那么也就是说香港随着这一次美国的驻港大使的人士的一个任命 更可以看到他是被美国把他放到印太战略里头去 那么在与此同时 就是美国国会在3号的时候刚通过新任的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是由鹰派的纸类军人出身的史蒂威德里 史蒂威德里来出任 那么这一位军人来担任负责亚太地区的助理国务卿 那么会更印证的 会更印证的这个印太香港领导班子 所形成的美国在印太战略上的香港的一个作用 好 第四点是讲到说印太时代 那么日本也开始在打台湾牌跟香港牌 那么日本跟香港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深 那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更不用讲了 那么本来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逃犯条例争议过程当中 日本政府的官方发言 那么是基本上比较克制 这个一个原因可能是跟中日关系正在改善 以及G20的峰会月底要在大阪举行的 日本当然不希望恒生枝节 但是从2014年以来 这个日本社会对香港的关注越来越高 香港研究在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一门险学 那这样的一个背景 可能会让接下来日本在香港的一个着力 也会越来越深 这是我们从这一次的 这个逃犯条例争议当中所看到的 好 第五个是 在中国联欧制美战略之下 德国领导欧盟的价值观对冲外交 这个价值观对冲外交 听起来有一点搞不清楚 但事实上很简单一点 就是说 这个我们知道欧洲当然过去都是相对来种 更重视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 但是欧洲在这一波中美贸易战当中 他并不愿意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他当然也有基于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考虑 而欧洲这样的想法又是中国所需要的 所以变成说中欧之间在经济上的某种程度的 这个跟美国之间的抗衡 不是直接抗衡是某种程度的抗衡 它是存在 这个存在对北京很重要 所以就让欧洲国家更有本钱去谈 针对中国的人权价值观的问题去讲话 因为这个讲话中国会默许会忍让 因为他知道跟欧洲的实质关系更重要 而这样的这些讲话也是欧洲国家所必须的 因为欧洲民主社会 他们会要求他们政治人物必须这么讲 这个叫对冲的价值外交 这个在德国大概是最明显的 因为在前不久 刚刚有占中的两个香港的被判刑的 那他们德国特别给他们的这个政治庇护 好那另外呢 我们也还看到讲到说台湾选战 他认为蔡英文或者成为最大的赢家 这个当然也不意外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甚至呢这个分析上也提到说 这个这个李显龙接班人的新机遇 就新加坡 讲的是说香港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震惊的一个冲击啊 那么新加坡可能是获利最大 因为中美的新的冷战的战场会撤离新加坡 撤离新加坡就是说角力点都放到香港来 而香港很多的财富管理财富投资都跑到新加坡去 所以都讲说新加坡既减少了政治上的纷扰 但是他又成为经济上最大的获益者 这可能是我们看到 如果说蔡英文是这一波香港占中运动的政治上 选票上的获益者 那么新加坡可能是在政经两方啊 都大有收获的一个国家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邀请这个国泰银行啊 国泰市华银行的副总经理龚金元先生 来谈一谈国泰银行的一个 在绿色金融上的一个努力成就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 是国泰市华银行的副总经理龚金元先生 金兄你好 你好 是 这个这两天连续几天啊 都会谈到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所谓逃犯条例的所牵引的 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的一个影响啊 龚副总我听说您在香港工作过 新加坡也工作过 都是国泰派驻出去的 没有是在早期的前任工作 前任工作OK好 那所以呢 我想你从这个金融工作者 或者说从投资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这一波的这个香港的这个 淘宛条例所牵引的这个 整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什么也造成 在金融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金融中心最强调就是 长期性的稳定跟它整个法律的结构的一个基础 然后香港新加坡 我们知道香港早期是还是赢过新加坡的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金融的这个disability之后 产现出来之后 我想新加坡绝对是全面大口 来囤这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这一个位置 所以它市占率应该会更大 在香港部分也非常unfortunately看到 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势发展如是 所以香港要修复目前这一个短期 短痛造成的影响 势必它必须要展现更大的决心 来给区域性或者是全球的投资者 证明它未来在financial stability 跟它的legal structure方面是朝向一个比较long term的一个stable的一个situation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要大大的来观察 没有错 因为在这个两几个礼拜的这个政治的纷扰当中 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大量的兑换港币的需求暴增 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很多人就在猜测 这段时间可能有这个所谓的走资 资金走出去 那走出去最可能的地方都一般都猜测是新加坡 是的 一个是地理上的关系 一个新加坡相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reliable 就是它那个信赖的一个原因 可能也是这个关系 所以最后这个法案历史喊咖 相信背后是港府取得北京中央同意 考虑的恐怕也是从香港的金融 这个稳定跟它的地位还是很重要 还是不能够去轻易的去动摇它 是的 但是你认为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也有非常多人 富豪 他们在香港是有office 是有这种很多存款在香港 或资金调度中心 或者资金调度中心 对不对 而且香港的这个中国大陆的FDI 就是这个外国投资的这个资金 50%从香港过来啊 对不对 甚至我们看到阿里巴巴的马云最近还要把 马云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说他要退休了 阿里巴巴的这个要把第二个上市跑到香港来 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 香港的金融地位应该来讲 方方面对香港对大陆来讲还是很重要 可以这么说吗 是 我想就主持人刚讲到的那些状况都存在 可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状况是 中国大陆很多的大型企业 他们近年已经纷纷的把他们的资金调度中心也转移到香港 所以你会看到香港整个资金市场或者是连带市场 有很多的案子都是中国大陆 不管是联想阿里巴巴或者是甚至国企央企 他们也纷纷到香港市场来筹资 因为他们必须要diversify他们的资金来源 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一产生之后 对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地的这些企业在香港筹资 我觉得是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它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香港市场的一个不稳定呈现出来 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近期中美贸易冲突之后 再加上这个反送送事件的产生之后 对这个央资跟国企大型企业来这边做筹资的一个能力 也受到一个质疑 这也是目前我们在密切观测当中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从这个刚刚这个龚副总的一个分析来看 我得到一个小小的观察结论 就是说事情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陆你如果就是要想要让香港的经济的这种独特的角色继续发挥 你在政治上对香港就不能够贪图 想要把它完全纳为内地 也就是说你得放一手 你如果要抓一手 你得放一手 那一样的对香港来说 你的两制如果要维持所谓真正的落实 你对一国不能完全不在乎 应该这样讲 你对一国如果那么轻蔑 坚持认为说不只是两制 事实上是两国两制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会出问题了 对香港来说应该是这样子 对大陆来讲的话 变成说你在政治跟经济上 你得要一个松一个紧 你经济你也要 你政治你也要 那就出乱子 可以这么说 所以因为这几年 大家看到香港回归之后 在中国大陆是一步一步的 对香港的政治的控制 尤其从2016年之后 这是最明显的 这一次的战中的这个事情 我想会引起 不是 这一次的反送中的事情 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已经跨越到各个面向 我们这两个 这个礼拜的节目一直在谈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评论者 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比起战中 这个战中跟反送中运动 两个的差别是 战中呢 是香港人要去争取一个 他们没有的东西 那个叫民主 那所以呢 民主当然很好 但是呢 他就不未必人人有关的 或者有兴趣 而这一次反送中呢 是大家要维护 捍卫一个 原本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不要被拿走 那个叫法治跟自由 是的 所以参与量就这么大 事实上法治跟自由 跟经济跟金融 是绝对相关的 你说 你一个人民币 你要变成国际货币 你第一个要自由兑换 自由流通 对不对 这个都有关 好 我们把话题 拉回到国内来 今天国内释华 国内释华 我们知道成立 已经超过40年了 是国内第六大商业银行 包括信用卡的流通量 包括新发卡的量都高居 全国第二 是台湾金融业的领航者 好 我们现在在谈之后 说这个绿色金融 现在绿色两个字 好像很流行 什么都要绿色 那绿色金融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做了哪一些 绿色金融的努力 好 一开始我就简单的 就我们金控方面的 这个里程碑 很快讲一下 是 在2011年国泰金控 就成立了企业社会 责任委员会 是 在2012年就把相关的守则 跟责任报告书都揭露出来了 然后我们也对接 大家很熟悉的英国的一个组织 叫探揭露 这也是对接京都协议 在2013年就纳入内部的 所谓embedded在内部的训练 不管是续讲 或者是员工训练的 永续的概念部分 是 然后在2014年的话 我们又正式的把这个组织 改组为一个国泰金控的 企业永续的一个委员会 把它层级拉到董事会 那并由一个第三者 读懂来读懂 然后我们刚前面讲的 这个五大工作小组 含责任商品 绿色营运 社会工容 永续治理跟员工幸福方面 我们再加到一个最后一项 叫做责任投资小组 那2015年的话 我们大家所知道 国泰金控也入选为 美国道琼永续指数 在这部分 银行同时也率先的 银行之先 来成立为台湾首家签署 赤道原则的银行 那在金控方面 我们也并购了 在美国的一家 康利资产管理公司 这家公司早在我们并购的时候 它已经投入了 联合国责任投资的签署 那警戒在2016年 我们也知道 人寿公司 它也就是 follow联合国的 永续保险原则 OK 在2017年 国泰产品也跟着 在这永续保险 所谓的PSI里面也加入 在2018年 联合国 他们又公布了 联合国责任银行原则 所谓的PRB 本行的总经理也率先的站起来 那这次我们就很自豪的讲说 国泰金控有三大银行 保险的话 我们对接的永续保险原则 在银行我们对接的责任原则 银行原则 以及赤道原则 在资产管理的部分 对接的责任投资原则 在这种角色之下 三个大的一个资助情况之下 对接国序永续发展一个目标 跟巴黎气候协议接轨 将触角展现在 我们在regional或者是domestic 这个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方面 朝向 因为毕竟国泰金控还是想要在一个 区域性的亚洲金融机构 占的一个 明白 是我在想到说 我想听众朋友 平常很难想象 一个金融集团 会跟气候变迁 会跟这个减碳 会跟全球 这个永续经营 会放在一块 我第一个想到是说 你们是不是不要再放 纸本的这个账单的 全部都要电子化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之后 继续跟国泰 市法银行的副总经理 孔金源 来聊一聊国泰银行这几年 在永续发展上的一些努力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 国泰市法银行副总经理 孔金源先生 你刚提到了 这个 现在当然政府跟金管会 都在号召推动绿色金融 那国泰是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 我代表听众朋友跟你问一下 什么叫赤道原则 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国内大部分都不晓得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 原则是在2003年有数家国际银行 他们共同致发性的一个发起 他们最主要是着重在一个 大型专案融资的过程当中 做一个判断评估跟管理 所涉及相关对环境跟社会的一个影响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原则的产生之后 产生之后的话 也让我们国泰市华在对接这种大型专案融资的案子的话 对环境生态保育啊 节能减碳 社会资源 重要文化 遗产的延续跟生物的多样性 跟生物的自然性 在我们放贷的过程当中 纳入考核 我们要一条一条的勾 说是他们是符合 简单说 因为生物多样性 大部分在赤道 你说亚马逊 你说婆罗洲 这些地方嘛 那但是呢 那个地方又相对来说 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 所以经常很多开发 可能会危害掉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甚至也造成 本来是我们地球的一颗肺的这个森林 一天一天的减少 那么你们现在意思就是说 所以赤道原则就是 大家你们响应这些国际大行 国泰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 将来的一些投资案连带案 要先考核一下 你这个是要干嘛的 是的 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些大型的开发商 他们要开发 他们拥有地利质变可以开发 可是他们欠缺的是资金 没有错 但不是国内资金 是国际的大型资金 所以说几个大型的国际的银行 如果联合起来 去push他们 就是说discipline的 去开发这个地区 符合刚上述讲的几大原则 创造一个共赢的局面 而不是给他们资金之后 让他们盲目开发 造成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 产生很重大的后遗症 甚至影响到全球的气候的软化 或气候的变迁 明白 好 你刚提到了 就是说赤道原则底下的将来 像你们在做这种投放话 有几大原则 再跟大家讲 还是哪几大原则 好我们会对环境的生态的保育 对节能减碳与否 对社会资源的运用 以及重要文化遗产的延续 还有生物的多样性 跟生物的自然资源 比如很多的水利电厂 它的一开设 大家最熟悉是早期的长江三峡 没有错 破坏了很多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遗产 那在这个部分的投放的话 未来在世界各地的开发中国家 相关的东西 我们希望他们正视相关的议题 OK明白 好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参与很说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在能源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要减碳 那么一个就是说 生物多样性森林的保护都很重要 可是能源呢 能源开发 因为现在台湾当然面临很特别 又有核能发电的争论 可是又没有自产的能源的resources 那怎么办呢 这一部分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分我们老是很高兴 因为源起在2009年的莫拉克 所谓的巴巴风宅之后 对台湾南部造成重大的伤害 这时候在企业界有一位 就是现在的向阳优人董事长陈先生 他目睹这一切 他想要结合大家台北的资源 跟光电事业的相关的经验 这时候在金控方面 就是我们的李长根总经理 他也很想要用金控的力量 发挥金融力量来对接这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就一拍即合 那也让国内金控能够对接太阳能发电 那这个部分我们发展绿色金融的初心 就是说我们体认环境跟气候的变迁 对社会国际社会台湾社会的影响 未来越明显要展开行动 那第二个是台湾的再生能源潜力是无穷的 我们绝对有人力发展绿色人员 第三个我们想要透过绿色人员 为产业来加值 比如屏东地区因为绿色人员的带路之后 就吸引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在新式的农场上面来工作 那这部分大家当然也知道 这几年我们对接了1900座的太阳能的发电站 总融制发电量达到477的MW 然后简单的来说就是减碳量 一年等于是763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的吸收量 这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体现是在离岸风电 因为这个是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 对都说什么给的人家太高了 但是厂商又讲说你太低我就不做了 对事实上这个离岸风电的技术层次真的是太高了 这部分我们在这个融资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对接了它相关的一个净值责任报告书 不管在技术啊 不管在气候便切 不管是在 你们也怕看走眼 对对银行来说 确实是我们要砸项的是个50亿100亿的这个金额 所以相关的我们相关的一个 一个legal documentation或者是净值的报告书方面 我们也全面对接 那我们很自豪的说 本行在更早期就有成立一个专案农资部 专案农资部的话 我们有一个成立一个坚强的团队 就类似在国际大行 像City啊像Stand Charter 他们这些东西对接这个所谓的Project Finance 那这Project Finance的话 部分的话就是非常的 一个big size of这个Documentation 那相对的它净值的报告 跟了一个技术顾问的一个整合 所以这部分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整合这部分 然后来对接这个离岸风电 那目前离岸风电主持人也知道 这个FOMOSA就是海洋离岸风电的第二座 前面两座已经是已经在运转了 谢谢天佑台湾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这20座的话 它已经展开了这个筹资都已经完成了 它目前已经在正式开工了 它这个还是荷兰的厂商嘛是不是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新门子的这个产业 对对对不因为他们这一方面的确是先进的 我这个节目上曾经访问过那个荷兰驻台代表 他也中午讲得很好 好那地热的部分也是你们的重点 是地热部分我们很高兴在印尼对接的 一个大型的地热发电厂 这个部分的话国外施华也是跟国际的大行 一起共同参加主办银行 那我们也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额的一个参加 那这个案子进行的非常顺利 也荣获了区域性的组织赞美为当年度的一个最佳绿色金融 那我必须来讲说这个案子非常成功 成功到它运转的非常顺利之后 它又立即去refinance 它又发行的长期的债券 就类似绿色债券 把我们的那个额度全部就还掉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双赢的一局 非常双赢 台湾有没有地热的资源 我听说宜兰好像也有一些地热开发的构想 我想国内金控或者是国内银行 对接相关的这个地热 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欢迎厂商多跟我们接触 好听众朋友如果也听到 我之前知道宜兰有一些 我也有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在推动宜兰的地热的一个开发 因为现在现在是这样子 你如果要有一个所谓 我们讲的是autonative energy 就替代能源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高度的依赖石化 石油化学 石油化学它对环境的负担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你看最近大家都讲到说海洋生物 那个塑胶微粒子 我们每个人每天 光是这样子的 从食物链吃到的有多少 这讲到最后 事实上都跟你依赖石化 这样的一个背景有关 所以刚刚这个副总提到的话 包括你们现在对于太阳能占的融资 光电融资 离岸风力 地热 这些发展 应该说 这都是一个从永续经营 跟爱护地球的角度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跟国泰市华副总经理 龚金元副总 我们再来聊一聊 国泰市华这几年 在东南亚地区的布局 跟我们政府这个新南向政策 可以做一个对比 这当中可以看出哪一些 政策上的一个落实的问题 好我是黄金龙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跟国泰市华银行的副总经理 龚金元谈一下 这个国泰市华 他们在这个包括绿色金融 包括永续发展 全球的这个爱护地球的方面的一些努力 这个让我们看到 其实本来大家对金融业 跟这个环保 好像不太容易连接在一起 都认为说金融业就是一群 很贪婪要获利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形象 但事实上不是的 至少国泰市华 他们现在是非常的努力 跟这个整个全球的主流的 这个金融业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向来走了 好这个其实我也不免就想到 现在当然整个亚洲地区 特别是随着大陆一带一路 的一个发展 亚投行的一个推进 我估计 这一类的高标准的投放的一个要求 也会慢慢成为 这个从亚银到亚投行 一次的这样 我看大陆现在亚投行 在做这个他的一个建设的投放 那么从这几年 才几年时间已经有变化了 原来还比较宽 现在越来越来越符合 这个严格的标准 好 好我们谈一下就是国泰市华 现在在海外的据点 有多少呢 然后另外东南亚地区 大家特别关注 还有大陆地区的一个发展 就这几个快纵来说 全球的东南亚的跟中国大陆的 那你的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好 本行最主要的发展 还是集中在中国跟东南亚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在海外 是有两家子行 就是中国的子行 跟柬埔寨的一个子行 那这两个子行的话 在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话 绝对是对接总行跟母行的 这个赤道原则 跟转案融资的一个待放 甚至我们讲究企业的一个放贷 环境社会永续的一个 作业的一个要点 然后在子行方面去年九月成立之后 我们已经累积下来的案件 是百分之百的 是符合环保的一个要求 那甚至我们也即逐力的去对接 在当地的所谓的一个环保电力 洁净工程 还有水处理相关的一个工程 那这部分对接 所谓在当地的政府 对环保的一个要求部分 本行是绝对是对接的 那甚至又以母行 更严苛的标准来承受 你比如说在柬埔寨来讲的话 大家概念上会觉得说 那个地方应该还不是那么 有环保的严格标准 会不会这样子 那你现在就是说 当然起码要满足 跟他当地法令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柬埔寨很有趣 柬埔寨我们要回到冷 因为柬埔寨的人 普遍的GDP是相对低的 所以说柬埔寨 我们是以这种 人本关怀的角度 所谓我们所谓的 microfinance 基本上我们要 就像台湾早期在 二三十年一样 我们如果透过 银行的资金的帮助 让他们富起来 早期台湾是互助会 在柬埔寨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区 他们现在没有是互助会 但是感谢这个 Fintech的资助 他有所谓的microfinance 所以说我们 在柬埔寨指航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力量 里面尽量去发展 我们这个microfinance 对普惠金融 做一些贡献 希望能够透过这部分 不管在他们劳动阶层 或者是他们的乡里之间 有一些类似entrepreneur的精神 想要做一些事业部分 这个会不会有 这个还款的风险 因为那个险 他给你保险一定不够 这很有趣 这也是我们 我这样提到下面一个案 叫PUSAG PUSAG就是柬埔寨 最大的一个维行机构 实际上的获利是 非常的不错的 真的吗 它的背后的股东是IFC 或者是甚至几个 国际的大行 事实上它 我想说在这几个国家 他们是一个 零里之间互保的制度 或者是一个Big Family 我们想一个Family 有20个人 这个20个人 他们是互保 然后每个 会协助 对 他们又零里之间 然后他们会督促彼此之间 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好 做大 然后他们也感谢 这个Micro Finance 给他相关机会 不过主持人问得很好 在相关的这个NPL 就坏账率部分的话 据我们多年调查研究 是非常的低 真的喔 所以跟他特殊的社会的组织流动 是有关系的 这有点像早期海外移民 什么温州帮 什么韩国人 或者Flashin的台湾人 它组成一个team 会帮助后来的 好像要丢人 也不能丢组织的脸 有这个味道 类似这样子 那你们大陆的指航在上海吗 对大指航是Locate在上海 上海 那现在主要是做台商的生意 事实上我们对接台商 也对接当地的大型的企业 那你怎么去在当地到落实这个绿色金融 我想这个除我刚去说 以总行的原则来说的话 中国当地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环保的严格 就我们熟悉的这个 当初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 不是就有那个湖的发生的一些湖水发生 湖水对对太湖了 所以说大陆当地也开始积极在对接 那我要跟主持人分享 事实上在赤道原则的发起银行里面 也有数家中国的银行 也有 甚至在PRB也有数家中国的银行 所以说我想说对绿色金融跟环保的要求 是不分地区的 中国这一方他们也走得很快 坦白说必须承认这几年 尤其是从这个巴黎这个气候协定 签约中国成为签约国之后 必须讲中国比美国更负责任的 来面对这个全球气候的问题 第一个你看美国还退出来 美国退出来 而且美国跟中国是两个全世界碳排放最大 中国第一了 美国第二 但中国现在可以讲说 如果从工业文明开始 西方国家已经排放了一两百年 我中国大陆我才排放了才三十年 你现在不要把他们都归给我 但是我愿意为这个来努力 当然也不是只有为地球 是中国社会因为经济高速发展 很多地方已经没办法生活 那个空气 我到那个石家庄 到这个河北几个城市去过 我们台北听到说那个什么PM2.5 说过一百的话就很严重 对不对 你知道石家庄是多少吗 是一千两百 一千两百的这样子一个PM2.5 你这个环境你能不去面对吗 但是他们很有魄力 所以习近平讲说 金山云山都不如青山绿水 这个话现在在大陆 所以回头来讲说 你们现在在中国大陆 恐怕也就是要往这个方向来配合 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那会不会 所以你们这部分当然法令上它是这样子了 可是万一碰到说 这笔很大的一个融资对我业绩很有帮助 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在它的这个环保一些标准上 我要稍微放宽一点 这个恐怕你们也要评估对不对 我想在本行有一个专门的永续发展科 它有个检核表 你必须要过得了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独立的一个检核表 我想说这也是CK我们的李总长 还有我们的Alan总跟大家宣示的 一定要遵循这种相规的次到放贷精神 我想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是这个的确这不简单 这个我让我有联想到很多了 什么叫企业责任 企业责任就是说 我不只是我自己对我的股东 我要善尽说为他们这个股东 你得让股东有获利 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想到的是我这样一个企业 在整个社会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今天很难得 跟龚敬源副总国内世华 国内世华这几年在绿色金融的部分 做了很多事情 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在广播上 跟大家来做介绍 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风气 能够成为其他企业 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包括金融产业 包括其他的部分 也许这几年 我们都说希望有更多的台商能够回来 台商回来 当然他不可能说把污染带回来 不可能说 这个只是因为在大陆或在哪边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生产下去 回到台湾 因为当初他离开 就是因为他的环境污染 已经没有办法 台湾不能容许他 或者说工资条件等等 那你不可能去大陆 那如果连大陆都不能容许 台湾也不可 更不可能容许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比较高标准的 各个方面 当然这就牵涉到 银行如果融资的时候 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标准 好 非常谢谢这个国泰司法副总经理 龚金元 龚副总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是黄青龙 谢谢您收听 POP重新 我们下礼拜见 τι 对 ciao 我 Ante 我 我 是 我 into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